大家在今天选完以後 每一個把自己的角色分工職位 全力以後為人民國家做事 原定早上8點投票到了中午 才低調現身 到底挺誰好友宜到最後一刻都沒鬆口 來因黨魁之戰殺得刀刀劍骨 或許就怕一個表態成了重視之地 與熱情臨重肘疾 沒想到下一句 一個反射心跳開畢竟太敏感 但是否也預告未來侯友宜 得跟昔日長官現在的準主席終須一戰 而且朱立倫日後要面對的難題 恐怕還不止這 朱立倫張牙中廝殺激烈 派系分裂越發台面化 雖然最終拿下黨魁如何團結黨勢 受要任務 不管今天各位支持的對象是誰 你所支持的都是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候選人 你所支持的都是我們共同理念的同志 黨內選舉過程 或有不同的意見 這是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政黨 展現出我們民主風範的時刻 也是國民黨未來走向更開放的政黨 更多元的政黨的一個里程碑 朱立倫唯一能夠做的方式 就是用行動去證明 他真的是他自己所宣稱的正欄 而不是一個機會欄 朱立倫目前給人家的感覺 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我覺得他要破除這個印象 他未來才有機會領導國民黨 朱立倫原本身是看好中途 卻得打夠擊牌 竟還傳出得棄江包朱 好後一盤棋 怎麼會嚇成這樣 六年前駐下朱上 朱立倫從此背下政治精算式稱號 成了他最大包袱 例如藍營2020敗選後 誰承擔黨魁 當時不見朱立倫也曾被詬病 因為朱立倫回來當這個黨魁很明顯的 他是想要選總統 而不是只是單純當國民黨黨的黨魁而已 所以如果他沒有辦法 就他自己在選前所承諾 去把這些統治全部團結在一起的話 那他的2024基本上就是沒有希望的 朱立倫有驚無險奪下黨魁 但考驗或許才正要開始 TVBS新聞陳佑祥 聽聽才會不到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 等你喔